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衰退 压力传导到金融系统 近日网传一份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内部的对公存款北京保卫战倡议书 其中提到 截至3月10号 该分行对公存款比上年减少800亿余元 在全行所有分行中排名倒数第一 因此要求分行内批发条件全体干部员工发起所谓的北京保卫战 该倡议书措辞激烈 使用了北京危急 至暗时刻 生死存亡 死都要站着死等词汇 所谓对公存款是指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吸收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存款 倡议书中称 该分行曾经创造每年存款增长千亿的辉煌战绩 刷新存款规模万亿的历史记录 甚至超过中行和农行等国有大行 成为系统内的一面旗帜云云 上述倡议书传出后一度引发热议 网民称 作为商业银行龙头的招行尚且如此 其他中小银行的处境可想而知 还有人说 招行北京分行的对公存款全行倒数第一 暴露了首都的经济困境 3月25号 港媒凤凰财经报道了此事 并引述招行客服的回应称 正在紧急核实倡议书的真实性 有结果之后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不过 网民等来的不是招行的调查结果 而是上述倡议书被全网封杀 连凤凰财经和中国媒体金融界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也随之被删除 不过 中国门户网站上一些措辞隐晦的自媒体评论 仍得以保留 网易平台上一篇文章称 1449年的大明王朝的国防部长于谦 领导了一次北京保卫战 英勇地打退了蒙古瓦次大军 时隔500多年 招行北京分行又发起了一场北京保卫战 文章说 招商银行以往一直是中国商业银行中的优等生 个人业务用户接近2亿 是观察中国财富状况的一扇小窗户 文章总结了招行刚刚发布的2023年年报 其中数据显示 招行2023年营收比2022年减少了1.74% 其利息差收入和非利息收入都在减少 但年报依然硬撑着宣称 净利润1466.02亿元 同比增长了6.22% 年报还显示 招行2023年贷款增速仅是个位数 但公司存款和个人存款增速 分别高达20%和48% 总规模达到3.68万亿 比三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 文章指出 存款高速增加的原因 无非是企业和个人对经济前景不乐观 文章还说 客户不配合的话 老板们就会把目光盯向员工 年报显示 招行2023年员工数量 比2022年增加了3500人 但与工资相关的员工费用 却从706亿降到了703.5亿 还有4415位员工被执行 绩效薪金追索 扣回4329万 这两项相加 就给招行省出了3个亿的利润 海外华人要效忠谁 刘建超说 哪个国籍就效忠哪国 据中央社报道 海外华人还应不应该效忠中国 在中国内部不时成为争论话题 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共中联部长 刘建超27号表示 从国家认同而言 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就应该效忠这个国家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刘建超27号在新加坡出席 会演中国对话论坛 回答新报业媒体 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论坛主持人李慧玲相关提问时 作出上述表示 他并说 新加坡的华族公民 坦米尔族公民 马来族公民 都应该效忠新加坡 根据报道 李慧玲向曾担任中国驻菲律宾 及驻印尼大使的刘建超提问 东南亚是华人 比较密集的区域 许多华人在政治上 效忠自己的所在国 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 与国家认同 是否有办法分开 刘建超回称 文化认同的问题 是尊重的问题 世界各种各样的文明 与文化都非常精彩和伟大 一定要保持 各民族文化群体的独特性 但从国家认同而言 你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你就应该效忠这个国家 刘建超表示 他在菲律宾和印尼工作时 就发现 当地华人为当地社会 做了好多事 我觉得他们现在 完全在效忠他们的祖国 菲律宾华人的祖国 就是菲律宾 印尼华人的祖国 是印尼 他必须效忠 但他也说 东南亚华人还有个词 叫祖籍国 就是中国 这是血脉文化的联系 他们在效忠自己国家的同时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这也是东南亚华人 对祖籍国的一种贡献 使中国能更好地和东南亚国家 及其他族裔良好沟通 这是我们共享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财富 是中国和东协国家联络的重要纽带 针对仍保有中国国籍的华侨 刘建超则说 华侨是特殊群体 他们长期住在一个国家 但持有中国国籍 而中国政府要求华侨遵守再住国的法律 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因为他们是中国国籍 中国政府也会作为他们的祖国 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海外华人的效忠对象 经常被部分中国民众拿来做文章 2021年 伦敦奥运男子羽球冠军战 马来西亚华裔选手李宗伟 败给中国选手林丹后 同为马来西亚籍的歌手梁静如 透过微博为李宗伟感到骄傲 并恭喜大马获得银牌 但众多中国网友立刻留言 狂骂他不爱国 还要求中国广电总局予以封杀 习近平刚见美国大佬 国安部即发片 慎防境外咨询业者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才当面向外企展开开放姿态 中国国安部今天就发表微电影 要中国民众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以调查咨询活动为掩护 意图窃取中国重点领域涉密资讯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隐患 中国国安部微信公众号 以警惕隐秘的调查 暗藏国家安全风险为题声称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为规避相关法律法规 和重要敏感行业监管制度 实施前述的窃密行动 国安机关因此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设置题为隐秘的调查的微电影 这部微电影全长约8分22秒 被拆分成4个段落播出 中国国安部说 这部微电影揭示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指示境外调查咨询公司 利用中国国内企业寻求海外投资之机 透过开展调查咨询 大肆窃取公司涉密资料 导致国家安全和利益险遭损失的故事 中国国安部宣称 片中调查咨询公司 以协助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由 透过引诱该公司人员回答涉密问题 超范围查询涉密资料 拍摄核心产品涉密档案等手段 对该公司开展全面调查 实则借此获取核心资料和国家机密 同时国安部又说 这些资讯关系国际民生 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便进行综合分析 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 国防军事等重要情况 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重要目标 一旦泄露将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国安部警告说 丰厚的报酬背后布满陷阱 精巧的问题之下暗藏玄机 境外调查咨询公司 看似正常的调查活动 实则一方面是非法获取商业秘密 为境外遏制打压中国优势产业 充当黑手 另一方面是刺探窃取中国核心机密 为境外对中国重要领域的情报窃密 以及渗透策法充当帮凶 在上述叙述中 国安部不忘以反间谍法 及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相关条文 提醒中国民众 并强调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公民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 应立即拨打电话 检举反应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人民币下跌 市场还是压住继续人为贬值 据法广报道 中国人民币汇率正在下滑 市场参与者怀疑中国当局 有意缓慢地让人民币小幅贬值 以补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支持出口 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称 随着人民币贬值 市场还是压住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 因为一些信号引发了这种猜测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今年已经下跌了约2% 但随着日元以及其他邻国 韩国泰国和台湾的货币大幅贬值 人民币的竞争力也相对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似乎也放松了 对人民币的控制 允许人民币跌至国有银行 过去坚决捍卫的7.2人民币 对亿美元的弱势水平 尽管它已经通过强于预期的 每日中间价设定 继续提供一些支撑 上周五交易员在市场上 没有国有银行的情况下 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最初推至了7.23 尽管国有银行最终介入 但人民币还是出现了 近三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该报道引述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分析师表示 在日本央行放弃负利率和收益率 曲线控制政策的同一周 中国央行放松了对人民币的捍卫 绝非巧合 尽管日本央行上周的政策转变意义重大 但日本国债收益率仍然勉强为正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日元进一步走弱 仅今年一年 日元对美元汇率就下跌了7% 对人民币汇率也跌至30年来的最低点 人民币贸易加权指数 打开新选项卡 今年迄今为止 人民币汇率已上涨2% 原因是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 削弱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并阻碍了其不平衡的经济复苏 尽管今年年初中国出口似乎有所反弹 但制造业仍举步维艰 出口订单疲软表明 该行业需要更多支持 人民币疲软将有助于提升出口收入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央行任命2050年以来的首位女性副行长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任命了9年来首位女性央行副行长 长期担任央行行长和金融监管机构的陶龄 已经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政府网27号发布任命信息 任命70后陶龄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这是自从上一轮高层人士调整三个月后 中国人民银行再从内部着升 增补了一位副行长 也是继前副行长吴小玲 胡小恋之后的又一位女性副行长 财新网报道说 中国政府网27号发布任免信息称 任命陶龄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此次调整后 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班子是一正五副 包括行长潘公盛 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朱贺新 副行长张清松 副行长宣昌能 副行长陆磊 副行长陶龄 以及纪检监察组组长曲吉山 根据2019年2月中编办发布的央行三定方案 继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在领导班子的编制方面 央行设行长一名 副行长四名 而央行目前五位副行长之一的朱贺新 因身兼外汇局局长 编制不占央行的名额 现年53岁的陶龄 法学博士学位 是央行成长起来的干部 先前在金融稳定 监管协调 资管业务监管等领域 又深厚积累 熟悉陶龄的人士表示 陶龄有水准 有温度 宏观分析能力很强 2013年 陶龄开始担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 2018年资管新规公布前后 陶龄多次就资管业务的监管 发表坦率看法 当时陶龄指出 统一资产管理业务标准规制的初衷 源于资产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 主要是指标准之乱 产品形态之乱 管理运作之乱 表外扩张之乱 风险承担之乱和市场秩序之乱 2019年5月 央行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后 陶龄被任命为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 陶龄的任命 在习近平男性主导的政府中脱颖而出 而此时正值执政的共产党 高层性别平等正在倒退 这项任命是在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预计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进行的 耶伦强调了政府领导层多元化的重要性 美国正研究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超过百分之百关税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电动车全球崛起 透过低价倾销挤压各国市场 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政府和国会正在采取对策 以阻止中国纯电动车流入美国国内 方案之一就是征收超过百分之百的税率 包括中国厂商在墨西哥生产的电动车 目前美国对进口中国制造的汽车 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为避免中国电动车带来安全隐患 美国国会议员配合政府行动 自今年2月起陆续提出了具体的法案 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及马可·卢比奥 分别在2月底3月份 各提出了将关税率提高到125% 以及要求对每辆中国制造的进口汽车 征收2万美元的额外关税之相关法案 由于美国政府的举动 使得目前中国汽车厂商很难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电动车比亚迪正在讨论 在墨西哥生产纯电动车 打算从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 而在一定条件下 美国并不征收关税 这点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美国议员表示 目前中国电动车尚未在美国境内大举流通 但只要允许进口 可能就会一下子普及市场了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也正在协调进一步提高汽车关税 拜登政府多次表示警惕 中国的政策可能导致中国汽车 在美国市场泛滥 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美国官员将中国电动车 比喻为装了轮子的智慧型手机 官员指出 若不对来自对手国家的电动车加以限制 美国将面临更多的间谍活动风险 美国参议员获报 耀明康德将美国客户资料交给北京 据中央社报道 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称 美国情报官员 2月底告诉研议生物科技安全法案的 美国联邦参议员 中国制药公司耀明康德 过往在未获同意之下 将美国客户的知识产权资料交给北京 消息人士表示 向约12名参议员进行的这项机密简报 由联邦调查局FBI 国务院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导 官员在简报中表示 耀明康德和一些其他中国实体 在美国从事的活动 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当时参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 正在考虑已提出的 2024年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资讯法案 内容包括可能基于国安理由 限制美国业者与中国生技公司往来 委员会已于本月6号通过法案 接下来参院全体可能考虑立法 美国政府担忧 某些中国生技公司正在贡献科技或研发 供中国军方使用上述法案 可防止美国政府资金流入这类中国公司 根据两名消息人士说法 美国情报机关的疑虑之一 是最近情资显示 耀明康德在未取得美国客户的同意之下 将客户的知识产权资料 转移给了中国当局 消息人士基于机密资料的敏感性 未透露相关客户名称或移交的资料类型 他们也婉拒对简报内容进一步支评 参院跨党派国土及政府 事务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参议员皮特斯的委员会助理 向路透社证实 委员们近期确实听取一份简报 以讨论法案试图应对的潜在生物安全威胁 好让委员能获取充分资讯 在美国联邦众议院也提出了类似法案 内容指耀明康德和其他一些中国公司 与中国解放军有关联 耀明康德的业务广泛 从药品研发原材料生产到药品制造 客户囊括大药厂和小型生物公司 其去年营收高达2018年的4倍多 达到人民币403亿元 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 美国参众两院的生物国安立法消息 已造成耀明康德在上海和香港股市报价 今年以来分别大跌约36%和54%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与菲律宾今天在南海再互杠 据法广报道 周四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新的 小规模冲突后互相指责 法新社说 两国在南海存在相互争议的主权主张 上个星期六 三名菲律宾士兵在与中国海警的异常小型冲突中受伤 中国海警在有争议的珊瑚礁之第二托马斯环礁附近 拦截了菲律宾方面的船 并用强大的高压水枪将该船击坏 菲律宾总统今天对事件发表讲话称 我们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 特别是那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国家 但我们不会让自己被压制或被征服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一份声明中警告 在未来几星期内针对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上民兵 公然持续非法 胁迫侵略侵略性和危险的袭击 菲律宾要采取一系列适度深思熟虑 合理的反应和反制措施 菲律宾总统说 菲律宾人不会屈服 几乎与此同时 中国指责菲律宾的挑衅是当前紧张局势升级的根源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为是近期南海争端加剧的直接原因 外交部还说 中方不会允许菲律宾为所欲为 并已做出合理有力的回应 据菲律宾报告说 上周六遭到袭击的这艘船 当时正在前往第二托马斯环郊 执行例行轮换和补给任务 菲律宾士兵驻扎在一艘退役的船上 近几个月来 中国船只已经在该环郊附近使用水炮 并与菲律宾船只相撞 该环郊距离菲律宾西部巴拉旺岛约200公里 距离最近的中国领海海南岛1000多公里 法新社说 尽管国际法院于2016年做出裁决 中国仍然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其中包括几个邻国海岸附近的水域和岛屿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